我是一个人钓鱼爱好者 我特别喜欢夜钓 那天晚上十点多 我在郊区的一条小桥边夜钓 突然发现桥边停着一辆车 车上下来两个年轻人 他们是一男一女 那男的戴着口罩和墨镜 完全看不清面容 女的身穿红色连衣裙 二人都很时尚年轻 这河边有一块小树林 这一男一女静止往小树林里走去 这是一块偏僻的小树林 我心想 这么晚了 他们去树林里干什么呢 难道是做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年轻人在树林约会这样的事情 也很常见 于是我也没有在意 我就继续钓鱼 过了一会儿 突然听到树林里传来争吵声 紧接着传来女人喊救命的声音 我放下鱼竿走到树林一看 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下 我看见那个男人 正把女人按在地上 他正在用手掐着女人的脖子 女人在地上拼命挣扎 还不停地呼喊 听到女人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小了 我心想如果我再不阻止 这女人可能就会被男人掐死了 我大声说道 你们干什么 快放手 不然我就报警了 那男人看到我来了 于是松开了女人 她一下子跑进了树林的深处 我把女人扶起来 问她是怎么回事 那女人说那男人是她的男朋友 刚才两人发生了争吵 没想到男友竟然对她动手了 这女人大约二十多岁 长相很漂亮 有一种让人看一眼就很心动的感觉 我刚想和女人多说几句话 没想到她对我说声谢谢转身就走了 我有点失落 她既然不愿意和我多说 我也不便再问 于是我准备继续回来钓鱼 当我刚要转身离开时 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手机 我估计这是刚才那个女人丢的 我捡起手机 刚要喊那个女人时 没想到她已经不见了 我心想 这女人怎么走得这么急呢 连手机也不要了 我拿起手机继续坐在河边钓鱼 我心想 可能她一会儿想起来了 就会来找我拿吧 我坐在河边一边钓鱼一边等她 不知不觉中三个小时过去了 都没看到这个女人回来 后来我就收肝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一早 我刚起床 这个手机上有人打来了电话 我以为是施主来找手机了 一接通 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没想到对方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 是阿杰吗 手机里有个视频请你看看 我还没说话 对方就挂了电话 我感到非常奇怪 对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还可是我捡到的手机啊 我点开手机一看 里面出现了一个视频画面 一男一女进入一间宽大的房间里 男人身穿黑色西装 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显得很儒雅帅气 女人身穿黑色职业套装 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 好像是一个职场白领 刚一进门 男人一下子关上了门 他刚要去抱住了女人 没想到被女人笑着躲开了 女人说道 你真是坏死了 刚才开会时那么多人 你也不怕被人发现 男人说道 你开会时一本正经的表情 和床上的反差太大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偷偷逗你一下 女人说道 讨厌 下次可不能这样 不然被你老婆发现就完了 男人说道 好的 好的 我听你的 这几天一直没见到你 想死我了 来亲一下 女人娇笑着说道 先去洗澡 动作快点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会儿就要上班了 男人说道 我们一起去洗吧 说着男人一下子把女人拉进了浴室 后来的画面就看不见了 看完这个视频 我感到特别愤怒 因为这个视频里的男人就是我 而那个女人是我的一个下属 名字叫纪欣然 我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部门经理 纪欣然是我的助理 第一次和她见面时 我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 当时她到公司来应聘 我是她的面试官 那一天 她身穿一黑色的职业套装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手指上涂着鲜红的指甲 端庄中戴着一丝性感 当时她的业务能力 在十几个面试者中并不出众 但我还是被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所吸引 于是我直接录取了她 后来 纪欣然成了我的下属 我总是以工作为借口 找各种理由和她单独相处 有一次晚上加班的时候 我在电脑前帮她指导工作 我假装无意间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纪欣然好像并不反感 后来我单独约她看电影 她也没有拒绝 在我们第二次看完电影的时候 我们就去了酒店 后来 我们交往得越来越频繁 虽然我是个已婚人士 而纪欣然也有男朋友 但是我们彼此还是经常约会 有时我们还利用午休时间到附近的酒店去放纵激情 刚才这个视频就是我和她在附近的一个酒店约会时被人偷拍下来的 那么偷拍这个视频的人是谁呢 我突然想起昨晚树林里的那一对男友 难道是他们偷拍的 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啊 难道这个手机也是他们故意丢在我身边的 正想着 这个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一接通 刚要说话 没想到对方却说 想必视频你也看过了 你一定很生气吧 我怒气冲冲地说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偷拍我们 对方说道 我是谁并不重要 要想我不把这个视频传出去 你准备十万块钱 明天晚上十点你在中山公园的小湖边等我 如果你明晚不来的话 后天这个视频就会发到你老婆的手机上 我正要说话 对方又挂了电话 我再回拔过去 显示对方已经关机 我心想 这人到底是谁呢 难道是刚才那一对男女 我虽然是这家科技公司的部门经理 但这都是仰仗我老婆的人际关系 我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因为公司的老板是我老婆的堂哥 如果我出轨的事情传到我老婆的耳朵里 我老婆肯定会和我离婚 到时我又会变得一无所有了 第二天晚上 我带着十万元按照约定来到中山公园 到了约定的小湖边 正当我左右观看的时候 突然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仔细一看 发现这人竟是我的另一个下属唐飞 我惊讶地问道 唐飞 你怎么在这里 难道视频是你偷拍的 唐飞的脸色好像有点不自然 他说道 汤经理 视频不是我拍的 你跟我来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跟着唐飞正往前走着 突然感到身后飘来一股特别的香味 闻到这个香味 我感到一阵眩运 紧接着我眼前一黑 一下子昏了过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今天分享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那些故事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 地下室里坐了满满一屋子的人 我估计了一下 这些人大约有一百多个 他们大多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这些人中有男人也有女人 他们每人都坐在一张椅子上 椅子面前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个手机 他们一个个目光呆滞 显得有气无力的 有几个人还坐在地上不停地哭泣 我扫视了一下四周 发现这些人里面 有两个人还是我认识的 他们一个是财政局的周局长 还有一个是附近小学里的女教师施灵灵 周局长看到我时 脸上现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当我正要和他打招呼时 发现他低着头 一下子走进了里面的一间房子里 而让我感到到 惊奇的是唐飞和季欣然也在这里 我问道 季欣然 你怎么也在这里 季欣然看着我 突然流下了眼泪 我问他这是怎么了 好久过后 季欣然才和我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前天晚上 他在下班的路上也捡到了一个手机 手机里有他和我约会的激情视频 然后有人威胁他 叫他到公园见面 他到了公园后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被带到了这里 原来他的经历和我一样 我又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唐飞苦着脸对我说 这些人的经历和你一样 都是出轨后被骗到这里来的 我说道 你也是 唐飞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我继续问 骗我们到这里来的人到底是谁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唐飞说道 骗我们到这里来的是一个组织 叫做什么偷情俱乐部 偷情的人被带到这里后 偷情的两个人之中 只能出去一个人 另一个被扣留在这里 出去的这个人要在一个月之内 偷拍一个熟人出轨的视频 交到这个组织 然后组织才会放这一对出轨的人出去 我问唐飞 你出轨的对象是谁 唐飞低着头叹了一口气 然后好久都没有出声 这时 季欣然凑到我的耳边 低声对我说道 你没有想到吧 他的相好是赵小玲 赵小玲 当季欣然说出赵小玲这个名字时 我觉得难以置信 赵小玲是公司的财务经理 她在公司同事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特别清纯和端庄女人 而且她的老公是我们公司的高级副总 年收入过百万 人也长得很帅 平时她和老公经常一起吃饭 一起开车回家 两人经常在朋友圈秀恩爱 我怎么也想不到出轨这个词竟然会出现在赵小玲这样端庄的女人身上 这唐飞长得又胖又丑 不论是长相和收入地位都不及赵小玲的老公 她怎么会和唐飞好上了呢 我心想女人的想法有时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这时旁边的一个秃顶男人对我说道 你是新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 这个秃顶男人说道 在这个俱乐部里 你会发现平时很多一本正经的女人和一些道貌岸然的男人都有过出轨的另一面 正说着 突然我捡到的这个手机上出现了一条信息 欢迎你来到偷情俱乐部 你和你的出轨对象两人之中只能出去一个人 出去之人需在一个月之内拍摄一个熟人的出轨视频交给组织 经组织确认合格后你们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如果视频不合格 你们就会被留在这里 十年之后才能出去 你们必须在三十分钟之内决定谁留在这里 如果三十分钟还决定不了 那么你们同样需要留在这里待满十年 请你们尽快做出决定 现在计时开始 我把这个信息拿给唐飞看 唐飞脸色惊恐地说道 你和季欣然现在赶紧决定谁留在这里 出去之人需在一个月之内拍摄一个偷情的视频交给组织 然后换取留在这里另一个人 我说如果出去的人不拍视频呢 不拍的话 留在这里的人就要被关十年 唐飞指着墙角一个满脸皱纹的中年女人说道 那个女人叫平姐 她的出轨对象是一个建筑公司姓黄的小老板 黄老板出去后 一个月之内还没回来 后来平姐就一直被关在这里 听她说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 她才三十多岁 一年的时间她就变成了这样 那个黄老板真不是人啊 我看了一眼平姐 唐飞说她才三十多岁 她看起来竟像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唐飞说道 你们赶紧商量好 到底谁留在这里 不然半个小时过后 你们两人全都出去不了 我对季欣然说道 要不你出去吧 我留在这里 你出去拍一段别人偷情的视频 然后回来换我 季欣然想了一下说道 我出去后 我的男朋友肯定要和我分手 他对我那么好 我却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我现在无脸见他了 再说出去要拍熟人出轨的视频 我去哪里拍呢 我说 去一些酒店花钱 随便找一个三陪小姐拍一个不就行了吗 我的话刚说完 手机上又出现了一条信息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希望你们尽快决定 再重申一下拍摄视频规则 组织对出去之人偷拍的摄视频是有要求的 拍摄对象只能是身边的熟人 可以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公司的同事 不能拍陌生人 被拍对象必须面目清晰 可以分辨身份信息 不能蒙面 如果拍摄的视频经组织确认为不合格 那么你和出轨对象都不能出去 正想着突然发现身边一男一女蹲在地上哭泣 男人哭着大声喊道 放我们出去啊 我拍了视频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 这时室内的一个广播里传来一个声音 你拍的不是身边的熟人 而且看不清被拍之人的真实面目 你违反了游戏规则 你们就好好待在这里 十年之后再出去吧 那女人一边哭着一边用手捶打着男人的胸脯 都是你害了我 是我当初瞎眼了 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我想出去 我想见我的老公和孩子 他们正哭着 突然室内的灯一下子全熄了 室内一片漆黑 大约过了几秒钟 室内的灯又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时 两个拿着猎枪的蒙面人正站在这一对男女的面前 其中一个蒙面人说道 你们违反了游戏规则 十年之后你们再出去吧 现在我带你们去另一个地方 这个男人听到这话 脸色一变 他伸手刚要反抗 突然砰的一声 一个蒙面人一枪打在他的胸口上 顿时一股鲜血从他的胸口涌了出来 他一下子倒在地上 两个蒙面人赶紧把那个男人拖了出去 室内很多人都吓得大声惊叫 我和季欣然也吓得脸色发白 唐飞说道 这个组织里的规则都是真的 组织里的人也都是冷酷无情的 我来到这里已经半个多月了 每天都会看到有违反规则而被处死的人 你们赶快决定谁留在这里 不然时间过了 你们两人全都出不去了 我看了一下时间 还剩最后的三分钟 我对季欣然说道 你出去 我在这里等你 季欣然流着泪说道 还是你出去吧 你拍了视频赶紧回来 到时我们一起出去 我等你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想了一下说道 也好 你等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抱了一下季欣然 然后在手机回复了三个字 我出去 这时唐飞对我说道 汤经理 你出去后帮我带个话 你看到赵小玲叫他快点回来 说我永远爱他 我点了点头 回完信息后 室内的灯又一下子全熄了 突然感觉一股特别的香味 从我身后飘来 我一下子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躺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 我心想 刚才那是什么地方呢 这时 这个手机上又出现一条信息 请你务必按组织的规则办事 记住 不要报警 即使报警也抓不到我们 如果不想给你的对象收失 请你最好不要做那种蠢事 一个月之后等你的好消息 现在计时开始 我回到出租屋里 我心想到底要不要报警呢 整整想了一夜 我决定还是不要报警 从那两个蒙面人 枪杀那个男人看来 那是一个极端疯狂的组织 那个组织对杀人这事是说到做到的 如果我报警的话 季欣然肯定活不了 那么组织让我去偷拍一对熟人偷情的视频 我该去拍谁的呢 我的熟人虽然有很多 但他们平时都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偷情本来就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我根本不知道我身边的这些人之中 到底哪个人会偷情 这个问题让我三天三夜都没有睡好觉 幸亏我的老婆钱思思这几天在外地出差 暂时她还不知道我这种情况 第四天我想我不能在家干等了 我该主动出击 我仔细想了一下 我身边的熟人之中 最有可能出轨的人有三个 一个是我的哥们蒋小天 蒋小天结婚三年 但她总是在我面前抱怨她老婆刘姗姗不会打扮 而且她也长得很帅 平时也很好色 每次喝酒时总是谈论他们公司的女人谁身材好 谁最漂亮 在路上看到美女她都要盯着看半天 说实话 她的老婆刘姗姗还是很漂亮的 我每次到她家吃饭 有时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 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行政秘书金盈盈 她平时经常穿着性感的包屯裙 走起路来臀部一扭一扭的 平时说话也是嗲里嗲气的 公司里很多男人都说她不正经 肯定不止一个男人 如果能拍到她出轨的视频 那么我很快就会把寄新燃救出来 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原材料供应商 孙总 孙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板 她身家过亿 为人也很高调 平时出门都是开着一辆保时捷 保时捷的副驾驶座位经常坐着不同女人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每次看到她时 她豪车的副驾驶位上总是空的 再也没看到她和别的女人交往 有一次我问她最近车上 为什么没在一些漂亮的女人 她笑笑说道 老婆管得严 再也不敢了 我觉得孙总这不是真心话 在这三人之中 我认为最有机会最有条件出轨的人 就是孙总了 目标锁定之后 那么下一步怎么拍摄他们出轨的视频呢 我决定用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来对他们进行偷听和拍摄 我决定先从蒋小天开始 蒋小天是我的哥们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和钓鱼 那天下午 当我打电话要她钓鱼时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看到她还是开着她的大众叫车时 我开心地笑了 下一步我就要想办法 如何把窃听器和针孔摄像头装在她的车子里面 我和蒋小天来到一个小河边 钓鱼进行到一半时 我突然说公司有点急事要回去一下 我叫蒋小天把她的车子借给我开一下 蒋小天没有怀疑 欣然答应了 我把她的车子开着出去溜了一圈 顺便把针孔摄像头和窃听器装到了她的车子里 搞定了蒋小天 第二个我决定搞定孙总 因为孙总是我们的供应商 我们算得上是她的客户 当我打电话叫她出来谈事情时 孙总马上答应了 我本来想把摄像头装在孙总的车子里的 可是吃完饭后 孙总约我到她家打麻将 我突然心生一计 把摄像头和窃听器装在她家里 岂不是比装在车里更好 因为原来有一次 我去她家找她谈事时 突然无意中看到一个陌生女人 穿着睡衣坐在她家的沙发上 那个女人并不是她的老婆 因为她的老婆我认识 我赶紧答应了孙总 打麻将的中途 我假装去洗手间 我偷偷在她的卧室里和客厅里 分别装了一个摄像头 还在另一间房子里装了一个窃听器 布置完这一切后 我打了一会儿麻将 假装有事就走了 剩下的就是金盈盈了 金盈盈是个女人 她平时上下班都是自己打车 有时是她男朋友接送 那么我该怎么偷拍她呢 一连两天 我都没有想到偷拍金盈盈的办法 那天下午我正在上厕所 突然听到茶水间传来金盈盈 和一个男人的声音 原来是公司的业务经理 吴杰正和金盈盈说话 吴杰说道 你男朋友这几天没来看你吗 金盈盈说道 别提她了 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那今晚我请你吃饭 吴杰嬉皮笑脸的说道 好啊 吴经理说话可要算数啊 金盈盈笑嘻嘻地说 你不怕我对你有别的想法 吴杰说道 怕什么 难道你能把我吃了 金盈盈笑着说道 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心想 吴杰是不是和金盈盈有一腿呢 连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我又转念一想 如果金盈盈真和吴杰有一腿的话 那么我接近不了金盈盈 接近吴杰也是一样 因为我和吴杰平时也有交往 接近吴杰比接近金盈盈容易多了 第二天 当看到吴杰开车正要出去时 我也假装出去有事 我叫吴杰把我载一程 吴杰当然同意 我故意坐在他车子的后排座位上 刚好途中 吴杰要到加油站加油 趁他去卫生间的间隙 我偷偷地把窃听器和摄像头 装在他的车子后面 到此为止 三个被怀疑的对象都装有摄像头和窃听器 下一步我就要看看三个人里面 到底会拍到谁出轨的视频 后来我一连等了一个多星期 让我失望的是 三个摄像头里面都没有我想要的东西 吴杰的车里只有平时他和他老婆坐车的记录 他和老婆坐在车里也是谈一些平时的家庭琐事 他单独一个人在车里的时候 只听到他和一些朋友和客户打电话的语音 吴杰有个习惯 他每次下班回到车库后 他都喜欢在车里静静地坐一会儿 然后抽一支烟再下车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看到金盈盈坐上他的车 也没有听到他和金盈盈打电话的声音 他的车里根本没拍到我想要的东西 而蒋小天的车子里更加奇怪了 他的车里根本没听到任何语音和看到任何视频 就像我根本没在他的车子里装摄像头和窃听器一样 我感到非常奇怪 明明装了这些装置 怎么任何视频和录音都没有呢 我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孙总的身上了 我在他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和一个窃听器 应该可以看到一点特别的东西吧 我有一个摄像头装在孙总的卧室 可是让我惊奇的是自从我装了摄像头以来 只偶尔看到孙总在卧室的写字台前看书批文件 从来没见到他在这里面过夜 除了孙总以外 包括他的老婆 其他人从来没在这个卧室出现过 卧室的这张床上总是空荡荡的 难道我装错了摄像头 难道孙总从来不在这里睡觉吗 我又看客厅里的摄像头和窃听器 希望从那里面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但这里同样发现不了什么异常的画面和声音 眼看一个月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的心也开始慌了起来 如果再拍不到一个熟人偷情的视频 那么季欣然可能真要到十年之后再出来了 那里的环境那么残酷 十年之后 他还会不会活着出来呢 思来想去 我决定先打探一下情况 我先是打电话给蒋小天 假装借他车子用一下 没想到蒋小天说到 我上次喝了酒 不小心把车子开到了河里 后来我急着要钱用 就把车子卖了 原来是这样 怪不得他的车子里没有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而吴杰的车子里 每天都是一些他开车的视频 和他一些朋友打电话的录音 但这些视频和录音 都是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 和我要的偷情视频没有半点关系 而孙总的视频和录音里 除了他本人再也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难道一个人也拍不到 就在我感到特别失望的时候 一天晚上 我从视频里看到孙总的家里 突然来了四个人 这四人除了孙总本人之外 另外三人 一个是孙总的秘书王小姐 还有一个是市银行的张行长 而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的老婆 钱思思也在里面 钱思思身穿红色无袖连衣裙 一头长发披散在肩后 显得特别性感和妩媚 我心想他这几天不是在外地出差了吗 怎么到孙总的家里来了呢 他们四人开始是围在客厅的长桌上吃饭 桌子上的菜肴很丰盛 四人还喝了不少红酒 席间我老婆钱思思好像显得特别开心 孙总和张行长分别给他敬了好几杯红酒 他都来者不惧地全喝了 由于摄像头和窃听器装的位置有点远 他们说话的具体内容我听得不是很明白 但从视频里可以看出我老婆钱思思好像特别开心 席间张行长在敬酒的时候 还假装把手放在我老婆的肩膀上 从我老婆的神情看来 他似乎并没有反感 张行长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十分恼火 我心想我老婆平时从不喝酒 今晚在孙总这里他怎么喝了这么多呢 难道他和张行长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老婆喝了几杯酒后 突然起身说要去一下卫生间 当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后 他没有回到餐桌上 而是静止进了一间卧室 仔细一看 这间卧室正是我藏摄像头的那间卧室 所以老婆的行动我看得非常清楚 老婆进了卧室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然后他轻轻地躺在床上 看到这个动作 我非常来火 因为我看到老婆躺在床上 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进来一样 我正想着 突然老婆又站了起来 他睁着眼睛四下看了一下 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盒子 由于摄像头角度的问题 我看不清老婆从纸盒里拿出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老婆刚正拿着这个盒子 突然听到门外有敲门声 听到这声音 老婆好像有点紧张 他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塞到了床底下 然后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 一会儿门外进来一个人 这人是张行长 张行长有点惊讶地说道 钱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 钱思思说道 突然感到有点头晕 可能是喝多了 就想进来躺一下 张行长黑黑地笑道 哦 见你半天没回到餐桌上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你应该不会这么快就醉了吧 一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钱思思笑了一下说道 你先不要急 你的目的很快就会达到 你先陪王小姐多喝一点 我躺一会儿就出来 张行长笑了笑走出去了 听到这话 我心里异常愤怒 难道我的老婆要和张行长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老婆对我说去外地出差 没想到竟然到孙总的家里来了 张行长出去后 我老婆赶紧关上房门 然后她从床底下拿出那个小纸盒子 老婆拿着这个盒子走到了窗户旁边 由于摄像头角度的问题 她去窗户旁边的画面我只看到一点点 我不知道她去窗户旁边到底是干什么 只见老婆在那里待了好一会儿 才走出了这间卧室 老婆在这个卧室到底干什么呢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卧室的门又开了 我老婆钱思思挽扶着王小姐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们两人都脸色飞红 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 他们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 看样子两人都喝醉了 过了一会儿 钱思思睁开了眼睛 她轻轻地叫了几声王小姐的名字 王小姐一直都没有反应 一会儿钱思思就出去了 钱思思刚出去 张行长接着就进来了 张行长看到沙发上的王小姐 黑黑地笑道 王小姐 你真的醉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泡杯茶 王小姐没有出声 张行长伸手在王小姐的大腿上摸了一下 王小姐一下子醒了 王小姐笑着说道 张行长 你怎么进来了 你快出去 张行长黑黑笑道 我来照顾你啊 张行长说着一下子抱起了王小姐 王小姐用手轻轻地捶着张行长的胸脯笑道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做不怕你老婆吗 张行长说道 这里又没人看见 怕她干什么 张行长说着一下子把王小姐抱到了床上 王小姐英宁一声 说道 快去关灯 人家怪难为情的 张行长说道 好好 听你的 接着室内的灯一下子熄了 摄像头里的画面也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 我紧张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下来 我高兴的是这个女人不是我的老婆钱思思 我心想我终于拍到别人偷情的视频了 而且这个还是张行长的 有了这个视频 下一步我就可以把季欣然救出来了 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 我的老婆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孙总搞得这么熟呢 她竟然还瞒着我私自到孙总的家里吃饭 第二天晚上 我拿着视频 我在那个剪着的手机上发了一条信息 我拍好了视频 我想带季欣然出来 手机上很快出现了一条信息 明晚十点在中山公园的小湖边等我 第二天晚上 我如约来到中山公园的那个小湖边 这个小湖很偏僻 我看了一下四周 湖边并没有人 正当我有点纳闷之时 突然我的身后飘来一股特别的气味 闻到这个气味 我一下子又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又出现在上次那个地下室里 此时季欣然正坐在一张椅子上 他还是穿着上次的那件衣服 他的样子比上次更加憔悴 脸上的皮肤好像也变黑了很多 他看到我来了 显得特别高兴 赶忙问我 视频拍好了吗 我点了点头说道 拍好了 季欣然笑着说道 这下好了 我可以出去了 季欣然问我视频里拍的是谁 我说拍的是市银行张行长 说完我还拿出手机给他看 季欣然用一种特别的眼神看着我 说道 这一下我们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我问道 唐飞呢 怎么没看见他 说起唐飞 季欣然的神情暗淡了下来 他说道 唐飞已经死了 他是怎么死的 我有点吃惊 季欣然说道 赵晓玲从这里出去后 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回来 唐飞知道是赵晓玲故意抛弃了他 他绝望之下就跳楼自杀了 我说 即使赵晓玲抛弃了唐飞 唐飞十年之后也可以出去啊 季欣然说道 别说十年 很多人在这里待上十个月 可能就熬不下去了 这里吃不好 睡不好 没网络 没电视 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不能与外界联系 整天只能这样呆坐着 这个地方简直比监狱还可怕 你走后的这半个多月 你看我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看了一眼季欣然的脸 虽然他只在这里呆了半个多月 但他的确是变老了很多 从他的神情看来 这里的确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为唐飞的遭遇感到特别难过 唐飞虽然和我一样私生活不检点 但他并不是一个坏人 季欣然说道 我在这里待了半个多月 我发现很多人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了 他们把出轨的另一半丢在这里就不管了 这里每天都有因为绝望而自杀的人 我心想 偷情的两人很少会产生真正的感情 大多都是图一时的新鲜和激情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结发夫妻都很少能做到患难与共 何况是那些出轨的露水夫妻 季欣然叫我赶紧把视频交给组织 这样我们都可以从这里出去了 我在手机上发了一条信息 我拍到视频了 我想出去 很快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你把拍摄视频的手机 放到前面的一个黑色箱子里 一个小时后 如果经组织确认你的视频合格后 你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我按照信息的提示 把手机放到前面的一个箱子里 然后回到椅子上等待 我心想 这次拍到了视频 我们马上就要出去了 正想着 突然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视频和另外一个人的视频重复 经组织确认 你拍的视频为不合格 按照组织规则 你和你的出轨对象 必须在此处生活十年 看到这个信息 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季欣然盲问我怎么了 我说视频有问题 这个视频和另外一个人的视频重复了 组织确定为不合格 我们都出不去了 季欣然听到这话 大声哭了起来 哭了好久之后 他低声问道 你的视频到底是和谁重复的啊 我赶忙发了一个信息向组织疑问 不一会儿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信息 你的视频和这位女士的视频重复了 你和她的视频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都违反了游戏规则 你们都要在此处待满十年 紧接着这个信息后面出现一张女人的照片 我一看这张照片 我惊得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这个女人竟然是我的老婆钱思思 我的视频竟然和她的重复了 我和她拍的竟是同一个画面 我终于明白了 那天她在孙总卧室的时候 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 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可能也是个摄像头 原来她和我同时在孙总的卧室里装了摄像头 我和她同时拍下了张行长和王小姐出轨的画面 她为什么也要偷拍别人出轨的视频 原来她自己也出轨了 老婆平时是一个很端庄贤淑的女人 真没想到她也会这样 那么她出轨的对象是谁呢 正当我诧异之时 突然听到人群里传来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 我寻声望去 竟然是我的老婆钱思思 她一边哭着一边指着周局长说道 我真傻 我不该回来的 当初是我一时冲动信了你的鬼话 现在可好了 我们都出不去了 是我当初眼瞎了 我怎么会看上你呢 看着老婆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张张嘴想说话 却一时不知说什么 当老婆看到我时 她愣了一下 突然咯咯地狂笑了起来 你也在这里 我本来以为我对不起你 现在我们扯平了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都出不去了 哈哈哈哈 我心里异常愤怒 我冲过去一把抓住周局长的衣领 我抡起拳头 刚要向周局长的脸上打去 没想到周局长一下子挡住了我的手 他盯着我冷冷地说道 你以为自己就很高尚吗 你自己不也出轨了吗 周局长的一句话 让我把杨琦的手又缩了回来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我点开一看 原来是蒋小天发来的 阿杰 现在这个视频可能对你很有用 你好好看看吧 我点开视频一看 发现视频里一男一女正在床上激情缠绵 这个男人是吴杰 而这个女人是蒋小天的老婆刘珊珊 我盲问这是怎么回事 蒋小天说道 我老婆出轨吴杰 所以我就准备把他们送到偷情俱乐部里 让他们受点惩罚 你有了这个视频 你和季欣然就可以出去了 没想到蒋小天的老婆竟和吴杰搞到了一起 我在吴杰的车里装了摄像头和窃听窟 怎么就看不出他出轨的半点信息呢 来不及细想 我赶紧把这个视频发给了组织 一会儿就收到了组织回复的信息 经组织确认 你这个视频合格 你们可以出去了 我激动地问道 我的老婆钱思思呢 她可以出去吗 组织回答 你这个视频为合格的话 她那个视频就不算重复 她也可以出去了 我非常高兴 过了一会儿 突然室内的灯光一下子全熄了 紧接着我感到一股特别的气味从我后面飘来 我一下子又昏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 我正躺在公园的长椅上 我赶紧打电话给季欣然 她说自己也出来了 我匆忙回到家里 发现老婆正坐在沙发上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想和她说话 却一时不知说什么 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突然一下子觉得对方特别陌生 有一天 我突然想起我在偷情俱乐部的密室里时 怎么还会收到蒋小天的信息呢 这个密室不是不能与外界联系吗 我赶紧打电话给蒋小天 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蒋小天说道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偷情俱乐部还有一条规则 凡是从俱乐部出去后改邪归正的人 在三个月之内 可以给里面的人发一个视频来进行帮助 我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 难道你原来也进入过偷情俱乐部 蒋小天说道 是的 其实早在三个月之前我就进去过一次 那天 当你借我的车子时 我就知道你在我的车子上装了摄像头和窃听器 蒋小天顿了一下说道 因为我的车上也装了摄像头 我大吃一惊 你装摄像头干什么 蒋小天叹了一口气说道 和你一样 监视别人 我说道 车子不是你的吗 你监视谁 我老婆 蒋小天说道 开始我以为我老婆的出轨对象是你 后来没想到竟然是吴杰 蒋小天说到这里 我突然起一件事 有一个晚上 我和吴杰到蒋小天家里吃饭 蒋小天的老婆刘珊珊送吴杰上车时 我无意中看到吴杰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臀部 当时我还以为吴杰喝醉了 一时没有往深处想 原来他们的关系早就不同寻常 我问蒋小天 你为什么要发那个视频帮我呢 因为你的视频是我拍的 蒋小天顿了一下说道 我感到有点惊讶 我还准备偷拍她 没想到却提前被她偷拍了 我有点生气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偷拍我 蒋小天说道 因为季欣然是我的妹妹 你不是姓蒋吗 季欣然怎么会是你的妹妹 蒋小天说道 以后你会知道的 这次你能顺利救出来 主要是因为我想救出我的妹妹 不然你就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我只想对你说 偷情俱乐部比你了解得更加神秘和恐怖 只要你待上半个月 你就知道是什么滋味 很多人进去之后就永远出不来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下次不要再进去了 我突然想起 为什么孙总那么花心的人 我竟然在他家里拍不到他偷情的视频 原来他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个神秘组织的存在 后来我才知道 蒋小天和季欣然是同母义父的兄妹 而那天在树林里的那个男人也是蒋小天 他当时戴着口罩和墨镜 我根本看不出是他 那个手机是他故意丢在我的身边的 而那个漂亮的女人就是他原来的出轨对象 后来有一天 我下班后刚走出公司的门口 突然遇到金盈盈的男朋友小成 他邀我到旁边的小餐馆喝酒 他说有事要和我说 我问是什么事 小成悲伤地说自己的女友金盈盈出轨了 小成流着泪说道 自己对女友那么好 他为什么要出轨呢 我叹了一口气 说道 有的人出轨 是因为伴侣对他不够好 还有一种人天生就喜欢出轨 和伴侣对他好不好没有关系 小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小成最后问我 自己的女友出轨了 怎样才能让他受到相应的惩罚 我想了一下 然后对他讲了偷情俱乐部里的事情 小成擦了一下眼泪 脸上浮现了一种冷酷的笑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本期主播文哲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分享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